爸 什么事啊 一直打电话 一直打电话 我正在玩呢 逆子 你现在立刻 马上给我滚回家来 爸 你直接说是吧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挂了 邓家辉 要是你今天不回来 以后也就不要回来了 你也不再是我邓建光的儿子 老子现在就去练小号 爸 你千万别生气 我这就回来 爸 我回来了 逆子 给我跪下 爸 我到底犯什么错误了 你要这么打我 我可是你唯一的儿子 你把我打死了 我看以后谁给你送咯 哎呦 我去 爸 这到底是为什么 喂你个大西瓜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都给我揍他 废了算了我的 大不了再开个小号 是 老爷 逆子 你知道你今天招惹的那个十三是谁吗 不知道啊 爸 这可是盟国财神 华为集团的总裁 十三先生 怎么可能 华为集团的总裁 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大学里面的讲师 哼 十三先生的举动又岂是你这种人能够理解的 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在把我们邓家推入深渊之中 我以前就是对你太过溺爱和放纵 这才导致你闯下如此滔天大祸 爸 你会把我怎么样 我听说吴氏家的孩子也是无法无天 最后得罪了十三先生 被吴氏送去珠穆狼马封装电梯了 或许我可以参考一下吴氏的做法 爸 去珠穆狼马封装电梯啊 我不要去 走 跟我去和十三先生赔礼道歉 十三先生 我是邓家辉的父亲 我叫邓建光 我来向您道歉来了 他是你打的 逆子胡作非为 理应受到教训 好家伙 直接好家伙 你这下手比狗爷我还重啊 我让轩辕的人查了你一下 你这些年当中海药负责人颇为尽心尽力 也颇有坚硕 没有做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还算不错 不然你现在压根没机会站在我面前说话 不 建光不敢不尽心尽力 不过你这个子就不怎么样 惹是生非 虽然没闹出什么大的事情来 但也给很多人带去了不好的影响 十三先生决定如何处置逆子 他之所以到处惹是生非 都是因为太闲了 这样我给他安排个工作 去沙漠数沙子吧 等他数个三五年的沙子 就知道沉住气了 谢谢十三先生的建议 我这就安排他去 八糟 沙漠数沙子 十三老师 你知不知道我们学校的侯教授 今天被开除了 这可真是奇怪啊 侯教授可是我们学校的资深教授 怎么会说被开除就被开除呢 我说他得罪了 我老大你信吗 可能是他资深有什么问题吧 听说我们中医学院的杜院长也出事了 被校长给下了 现在正准备从几个副院长里面 选一位新院长出来的 也不知道哪一位副院长能够当选 你知道的还挺多的吗 我又来了 朱院长 朱院长点了点 然后朝十三看去 当他看到十三还坐在办公屋上的时候 眼中闪过一抹不悦的 你就是新来的十三吧 我叫朱武明 是负责中医学院纪律方面的副院长 朱院长好 年轻人见到前辈的时候要懂得积极一点 不然后面的路可就不好走了 哦 是吗 那我知道了 你你 十三老师 我觉得你这个人极其的缺乏职场觉悟 不合选 这样很不利于我来安排工作 就比如说 昨晚上我的生日就会 学院的老师都来了 就你不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让别的老师怎么想 我的乖乖 这是什么逻辑 所以我决定罚你一千公司 一顶校友 你接不接受 我接受个鸡毛 我接受 老子再有钱也不能让你这么扣啊 你怎么说话的 这不知道什么叫尊重上司 尊重领导 就是 朱院长在我们学院得高望中 对学院和学校的贡献极大 你就用这个态度跟朱院长说话 我只知道尊重是相互的 如果一个人不尊重我 我也没必要去尊重他 不过就是没去参加生日聚会罢了 朱院长凭什么扣我钱 十三老师 你就少说两句吧 哎呦我去 我接受是吧 那就罚你两千 我堂堂副院长还能拿你一个假设没办法 朱尼阿牧 老西东 你会不会说话 信不信等下 请你吃大碧兜 下班时间我有个鸡毛义务 去参加你的生日聚会啊 少给我拿鸡毛当令件 我不吃你那一趟 好好哈 这么喜欢顶嘴 但你这个愿工资也可以不要了 这样吧 你要是有本事 就直接把我开除 要是没那个本事 就别在这逼逼来来 你要是喜欢给我摆你领导的谱 就给我有多远滚多远 好 还好 朱尼阿牧 你是龙的传人吗 我老大 叫你有多远滚多远 十三 你就给我等着吧 我要是开除不了你 我这个副院长我不当了 哎呦我去 好啊你个秃狗 你们给我等着 你才是秃狗 你全家都是秃狗 十三老师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了 你得罪的是大教授 谢谢关心 有时间请你吃饭 还吃饭 你能保住你这份工作就不错了 气有此理 简直气有此理 怎么了 朱院长 方秘书 我们中医学院来了一位新的老师 这个新老师性情之恶劣 对待上司的态度之蛮横 简直令人发指 所以我建议学校开除这位老师 他这种人完全没资格留在学校教书 还有这种老师 这位老师叫什么名字 如果朱院长的话 属实 我会向杨校长反应的 他叫十三 一个一点规矩也不懂的家伙 叫啥 十三 十三 没错就是这个名字 知道吗 方秘书知道他 知道 怎么可能不知道 杨校长经过邓家辉的事情后 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还特意叮嘱我 以后一旦遇到有关于十三的事情 立马对他进行上报 朱院长这样吧 我们一起去找杨校长吧 哈哈哈哈 好 就这么办 你们又什么司吗 杨校长 是这样的 朱院长有关于十三的事情 要反应 一听到十三二子 杨群的小心脏顿时某的一跳 不知道十三身份还好 知道十三身份后 杨群完全无法保持平常心的对待十三 毕竟十三可是他诗文当中的祖师爷 还是威震全球的华为集团老祖 随便一个身份拿出来 可以把他这位中海中医药大学的校长 秒成渣渣 朱院长这么了 杨校长 我们学院那位新来的十三老师 简直无法无天 不停安排 不尊重领导 毫无一个老师应该具备的素养 所以 我建议校长您把他给开除掉 房间 你给诺舍一下去替情况 杨校长 是这样的 胡尿 简直胡闹 就是啊 杨校长也觉得十三这个老师有问题吧 饿舍胡闹的人私孽 朱武明 你举办省日聚会某问题 但你有什么资格让别人强行参加 不参加海口人家十三落死的公子 你酸个什么东西 校长我 饿什么饿 你以为你死学渊的副渊账 为搞全中 四个领导 所以就可以随意的拿捏别人吗 杨校长 不至于吧 至于 恨至于 为了防止你在此利用职位作为作服 从现在起 扯掉你在喧嚣的职位 你就喃喃醒醒的去当你的老师吧 什么 杨校长 我不同意 哎呦我去 这个你同不同意没什么关系 结果已经盯了 房间 你带他去搬离受讯 好的校长 咋 咱们会这样 咱们会这样 呃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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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